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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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為介紹 我們後面有一位 你們新地區的大哥 他是兩岸時報的社長 李全佑李社長 來給他一個熱的掌聲 在外貨屏幕上 在那裡情緒都謠言 他都緊緊了 來幫忙錄影一下 以這場經常受邀到中國到哪裡 去做採訪或什麼 如果出現的話 都要給他出貨 貨幣 那這個 各位看這個名片 像信用卡的名片 剛才我寫出來的朋友做的 好像多少錢 500張750 500張750塊 之前我是叫另外一個 做的一塊12塊 這樣做的 用得很高 很高 很高 跟做500張 有含設計 所以我是說 我們每個人在做很多事情 同工不一定同工 同樣的事情 可能做一點改變 成本也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獎師 這獎師 他是簡報界的殺手 很多政府案要標案 是要一起 把人弄損 他本來是屬於這方面的專業人員 他並不是自己在做產品的 可是後來因為他自己協助到一些 農作文創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一年機會讓他成為產品的一個推廣行銷 跟開創者 這個碰到你 好像兩個月前 又才出來 從創意 從設計 品牌 包裝 產品化 製造 流程 怎麼出來 不好吃吧 再加上 他一直也很虛心 也一直在學習 因為他跟我本來是好朋友 後來我們一起去上台南大學的網路電視 當課程 他已經沒用 所以沒用 本來也算 這七月一就算吧 來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侯翠琳 侯老師 好 我們謝謝鍾老師的介紹 今天很開心來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未懂還沒有來耶 好 沒關係 我在這個之前 請大家看一下 我有準備一張資料 這一張資料 待會兒讓大家可以去做紀錄的 那我希望今天我帶來的兩堂課 讓你們確實在今天聽完之後 馬上有改變 那在這一張資料 當然前面畢業是介紹我過去的經驗 待會兒簡報人會說 但是值得剛才呢 鍾老師提到的一塊 就是說 為什麼會來講簡報 我呢 從 你們想看喔 民國96年 距離現在只有十年的時間 十年前我才進入做標案的市場 我在之前 你看看以前其實我做了很多 就是跟行銷跟貿易相關的工作 還有包含國際會展 這些都是跟人接觸 但是96年 十年前我介入了這個標案市場 為什麼進去 因為那時候為了生存 就是我生完小孩 然後生完小孩之後呢 就是想說輕鬆一點工作啊 這樣回家還可以留時間帶小孩 就不要不要這麼忙碌嘛 所以那時候呢就有朋友介紹 我說欸有一個單位啊 那個好像都沒有什麼事啊 我以為真的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呢 我看到那個單位呢 他的存責我嚇了一大跳 我發現呢那個裡面呢 整個公司的 就是那個單位裡面的那個存款啊 一百萬都不到 然後呢裡面養了兩個人 我想說啊那薪水 我一個一年的薪水都不夠啊 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 讓這個單位賺錢 從不會到會 這十年間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努力了第三年之後呢 其實我一年 我光彪案的經費呢 我可以拿到一億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經驗喔 讓我自己知道說 原來欸 人喔 在不同的狀態下 你想要 就如同莊老師前面講的 你給自己設定目標 你想要 那你只要朝那個目標去努力 你就可以做到 那所以呢 欸第一年根本不會寫欸 怎麼寫啊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的單位是一毛錢都沒有 為什麼那個缺會出來就是 還都沒錢啊 然後呢前一年呢 本來南科管理局 就是那時候我認識他們的 因為我們辦公室 其實是在 就是南科那個有駐點 然後我們辦公室在成大 那南科管理局以前 每一年都有一筆經費 會給這個南科產學協會 可是呢 在前一年斷線了 因為前一年那個團隊呢 可能就因為 就像公務系統 一直做做做做 就沒有活力了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在南科做教育訓練 其實錢很多 但是呢就是 你可以很輕鬆的做 你也可以隨便做 因為反正錢來了 就合約你就是 報告教一教就可以 可是 對我來說 我不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人 你知道南科管理局 給這個投標待會錢喔 他希望你給你錢 你能夠把東西 比他做的還要好 好 那才會讓你後續一直持續 有做這樣子的案子 所以那時候呢 呃 前一個待會他們就是 啊 就是有來啊 然後每次喔 有時候開一個課喔 老師 工作人員加起來 都比坐在台下的人還多 那那個錢花下去值得嗎 不值得了 所以呢那時候呢 男朋友就找了新竹的一個 很厲害的訓練 30年訓練經驗的單位 來做競爭者 所以呢 我去那個office之前 其實這個單位已經沒有案子了 沒錢 沒錢 那就想辦法 從不會到會 所以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 你怎麼樣勝過九成的僵者 因為我後來去標案子 尤其現在政府啊 因為大家如果說是在產業界 可能有一些人不是那麼清楚說 欸我就是可能拜訪客戶啊 然後按照客戶的需求 去做客戶要的 然後去做一些相關的配合 其實對政府來說也是一樣 可是呢 他是集中的就是 我現在政府有一個需求 我丟了譬如說1000萬出來 這1000萬在這一個簡報裡面 要決定他給你還是給別人 好那所以呢 他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 你站在台上 你的聲音的內容這些等等 都會充分的影響到你這個年度 你拿不拿得到錢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我想說 一開始呢 跟大家說明 就是站在台上說話 站在台上呢 簡報 或者是說平常跟大家呢 做交流的時候呢 你想要什麼 那你表現出來的 要讓人家看得到 那我相信呢 今天呢 公司還有其他我們在座的朋友 會來這裡上課 一定是希望呢 自己未來站在台上呢 有很棒的台風 然後每一個人呢 都很敬重給這樣一聲老師 那所以我想我們從最基本的開始 不管是老闆派來的也好 或者是說 我真的很想學習的也好 那我呢 讓你們上台的時候會有禮物的 所以呢 有上來表現就有代價 那這個部分呢 我也要讓同學看到 上來的人 在上來的第一次都沒有講課之前 上來 跟我全部講完之後 你再上來 有沒有差別 我希望你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一個小時之內的改變 好 那所以呢 來 我們這個 剛剛你懷疑 來來來來 來 因為你皺了一下眉頭 來請到前面來 請到 我跟你說 來來來來 我們來上課一定要有收穫 來請到台這邊 這邊可以出來 然後呢 你做一個簡單的 一分鐘自我介紹就好 雖然有朋友認識 來到這邊來 然後面對大家 那大家仔細看喔 然後注意聽喔 待會也許 你們的一個表情 就會被我叫到了 好 來那個 介紹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工作和你的興趣 就是你想要介紹 一分鐘的時間 來 謝謝 謝謝 好 來 大家好 我叫姚慧婷 要請張加油 我現在的話 植物是在於財務部那邊 處理一些財銀行的事情 至於興趣嘛 就是平常我是在家 看看夜市啊 做一些發呆的事情 謝謝 希望我在這堂課的話 可以把自己的台風表演 就是學習得更好 看之後會不會上台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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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去 惠婷 惠婷 好 我們謝謝惠婷 來惠婷現在呢 這邊呢 請你挑一個 挑一個禮物 這個禮物呢 有差別 蛤 它的那個牌 那個名牌 你挑一個 其實都一樣 但是它又有不一樣的地方 你先挑一個 等一下我要問你原因 你挑這個嗎 你挑這個嗎 好 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今天我就是帶來那個 我的黑豆黑糖漢餅 然後還有黑豆茶請大家喝 那另外呢 有回答的 你知道這個名片啊 收集費要5000塊 然後這個後面呢 是讓大家在工作上 可以做的這個便利貼 那惠婷呢 挑了這一個 那我 你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不一樣 這裡面有沒有 你挑的是這一個 有沒有不一樣 我待會跟大家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有沒有不一樣 周老師有看出來嗎 有沒有不一樣 這是我兩個工作人員 幫我包的東西 可是呢 它結果是不一樣 那我要等一下要問 要告訴你 它差在哪裡 有不一樣嗎 正反怎麼樣的正反 來 真熊對不對 真熊 你一定要你說正反 對 來真熊來出來一下 出來一下 我們掌聲 來來來來 來 真熊你告訴大家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 你把正跟反的拿出來 來 我幫你拿外科風 有什麼不一樣 你秀給大家看 哪個什麼不一樣 這個 這個 打開個正面加進 那這個卡 那這個卡 那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差別 對 你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覺得比較好 對啊 怎麼樣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好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那就是這個 因為你打開的時候 還可以 你覺得這個 你覺得這個比較好 好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你覺得 好 所以看正子 他打開的時候 對 那你覺得呢 差別是在於你 就是比較 讓他比較好 自一眼看到他 比一眼上去 對 所以 你是說這一個比較清楚嗎 就是 沒有 視覺障礙對不對 好 好 謝謝來 謝謝兩位們掌聲鼓勵一下 那我告訴你們 其實他的用意在哪裡 我告訴你很多東西呢 包含簡報都一樣 細節跟你在做這件事的反應 是有直接相關性的 這裡啊 這個包裝是這樣啊 我請人家包的 那你看喔 這兩個不一樣喔 一個包的是這邊 因為它有一個黏貼的地方 對不對 這個黏貼呢 是把這個貼的地方放在後面 這個黏貼呢 是把貼的地方放在前面 那它表示什麼 它表示你重視哪一塊 假如說 貼的地方呢 這一頁 這一面放這樣子 它就是沒有貼的 貼痕在後面 表示說 我比較喜歡這個啦 我比較喜歡這個啦 這是主角 那如果說 這一頁 名片的正面 它是完全沒有貼紙的 貼紙的那個貼的地方在這邊 表示呢 我的重點是這一張名片 所以呢 正反面它代表的意義不一樣 就像呢 我如果做簡報 我排的順序 或是說 你知道其實有很多東西喔 細節非常非常 影響非常大 我舉一個例子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說 我在讓協會做法人 96年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進入法人單位十年 那法人當我學到最多的時候 那個南科產學協會呢 我進去的時候 48個團體會員 這48個團體會員裡面呢 有35個都是大專院校 南部的 這大專院校裡面的代表就是 都是校長 研發長 教務長 都是一級主管 然後呢 廠商就大概只有 只有十幾間 可是對我來說 因為每一個團體會員 他要繳錢 那他一年 團體會員只會繳一萬 那每一年如果只有48個 他只有48萬喔 那我如果說我新來的會員 還要加一萬的會費 所以對我來說 一個兩個人 那時候只有兩個人的單位 48萬根本不夠 因為你們假的 然後薪水都花不出來 所以那時候因為這樣的一個背景 讓我想到要去標案子 然後呢 剛剛講說什麼東西有重點 這35所大學幹嘛 他們很重視排名耶 欸誰排在前面 誰排在後面 然後幹嘛就介意耶 所以呢 這個跟簡報也很有關係 我來稱呼你 跟我去稱呼別人 如果不一樣 我就是我被稱呼的這個人 感受會不同 好所以那時候我學到說 欸其實很多細節都需要特別注意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35所南部的大學 裡面有國立的有私立的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以前就寫說啊 我是成大畢業的 國立成功大學 然後呢南排就私立 然後這時候呢 就有人沒辦法後面有意見啦 就是在秘書處裡面就收到 收得到最多這些 就說欸為什麼還要分國立私立啊 國立比較好嗎 所以呢後來呢我們在這一個排序上面 我們就重新調整 全部用筆劃 筆劃可以了吧 沒有任何就中心 沒有任何個人的認知 這個部分看就單純的用筆劃 那這個為什麼要講這一塊呢 因為我呢在大家看到那裡面 我也是國際會展的主持人 然後我成立了會展中心 在同一個時間 run兩個單位的績效 所以呢那時候我一年就是 經費就是上億 因為我把兩邊都把它整合起來 那我也做主持 我做的是國際會議的主持 如同會長說 其實喔不要說啊 欸人家主持一個一場一萬八 我告訴你主持四十分鐘一萬 四十分鐘 但是這四十分鐘 我前面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甚至更多的時間去準備 我要上台講的東西 包含之前有一些單位他會說 欸我們那個是五週年慶 來月請了各國的人來 那哪些哪些 就是希望你早上開場會幫我們主持 我說好 結果呢 他們就拿了一堆名字而已 拿了一堆名字來 那我就說欸這些名字 什麼單位什麼人 detail 如果他沒有給我 我一定要從頭到尾自己去查 然後查了之後呢 你要知道誰先誰後 你才不會到主持之後 背後吃飯的時候說 欸我們也沒有介紹到 還是說愛人命啊 說有地方啊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呢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當你站在台上 不是我站在台上 這個時間我拿到的 這個費用呢 只有這段時間 而是台下呢 很多時間的努力 所以呢 同學們現在坐在台下 其實你就是在儲備 你未來站在台上 發光發熱的基礎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想說跟大家呢 簡單的這個先提一下 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看 我還是我們 因為我 我是103年成立之後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呢 其實我當下我已經是 這個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時候呢 南科產學就剛提到 我從96年進入這個單位 同時我成立會展中心 我就是那個時候同時 接兩個單位的工作 好 那我兩個單位 我都要去標案子 可是在這 這三個單位呢 我總共有10年的經驗類 基層 我現在呢 其實人家叫我上台 隨時講什麼 我覺得都很沒有壓力 然後可能看到麥克風 就很喜歡 我們要學習的是 控制時間跟克制的 好像今天呢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完 就是我下午 有跟那個張老師有提 像我下午 我每一個月 都在台南辦一場讀書會 那這個讀書會呢 全部都是大家自發性的 喜歡看書的人 我們在一個月前就討論 讀一本書 那這一本書呢 我們就是每一個人都要發表 我為什麼 像很多時候啊 大家參加一大堆協會啊 社團的 我相信做主管的 很多時候就換了一堆名片 可是請問一下 你名片換完之後 你記不記得這個人 你最對這個人印象是什麼 有時候不記得了 連臉跟名字都對不起來 那為什麼我要辦讀書會 我辦讀書會的理由就是 我希望呢 因為我的群組沒有兩百多人 可是每一個月來讀書會 不一定是同一批 那有一些 他幾乎每一場都到 那這些人呢 他其實在他每一次參與的時候 他都要發表 嘴巴都要講出 不管你有看書沒看書 你聽了別人講的東西之後 你一定自己會有自己的想法 融會貫通之後變成你的東西 所以我辦讀書會 主要用第一個 大家一起在同一個主題裡面進步 第二個 訓練每一個人的表達能力 這個是自發性的 第三個 我覺得透過這樣子 認識每一個人的表達 你會對這個人的了解更多 因為講話動作各方面其實都反映了他的性格 他對一個主題的認知也反映了他很多東西 所以我會建議說 其實也許公司今天滿多公司的成員 也許你們要訓練表達能力 這也是一塊 所以我很熱愛我每個月讀書會 然後所以我都會把它就是範圍之後 我會把它丟在YouTube上面 然後讓大家就是去認識 我每次讀書會講什麼主題 那我的名字 英文名字叫Bella Hall 所以我同時我也在YouTube行銷Bella Hall Bella Hall就是做讀書會 這個讀書會是公益的 我沒有收費 我每一次參與 我都是帶朋友到不同的餐廳 這些餐廳的業主很歡迎我們 因為我們去那邊點餐 然後我們主要就是要交流 所以Bella Hall是我個人 在做個人品牌行銷的一個基礎 然後同時剛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說黑豆碰餅、黑豆茶 這個是我在創新基金會 擔任執行長的時候 我標的案子裡面要求要做的 這個案子就是大家看到 102到106的地方產業開發計畫 我們在幫台南市政府 台南的農民去找 就是找不同的出路 比如說以前的黑豆 早期大家知道黑豆很好 可是最早最早的時候 黑豆其實是拿來做肥料的 綠肥的 就是長完之後再把它都推回去 推到土裡面當肥料 可是後來大家發現說 黑豆營養價值很高 台南3號青人黑豆 它就是比所有包含國外進來的黑豆 花青素含量非常非常高 然後你知道黑豆屬於大豆的一種 所以你知道大豆液黃銅對身體很好 軟鈴子從大豆萃取出來 對我們的大腦很好 所以黑豆本身有膳食纖維 那時候我就想說 黑豆有這麼好的特性 那我們台南以前碰餅 就是早期人家以前沒有錢 做白麻油雞做月子給女生吃的 為來餅 我就想它不一定只是為來餅 而且以前我在安平吃到的碰餅沒有很好吃 因為黑糖或白糖一旦冷了之後 它就變硬了 很硬耶 可是你們剛剛如果還沒吃人 等一下其實看 你會發現說 我的碰餅是Q的軟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一哥裡面放五克的黑豆粉 裡面膳食纖維夠多了 所以呢 對於男生來說 你知道沖繩黑糖 他是在日本啊 他們其實男生在做體力的工作 流汗流很多補充體力非常好的來源 所以我那時候想 黑糖在黑豆是一個很不錯的成分 然後呢 海南碰餅很好玩 所以我就開始去開發這樣的東西 那我就取了一個名字叫月之華 我不想叫碰餅 其實我不想說 北拉後賣碰餅 我不是在賣碰餅的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中華日報 就像那個鐘老師一樣 我其實這個五年內 其實我被採訪 因為我們一直在開發地方的物產 所以很多媒體會來採訪 所以呢 我們被採訪曝光的機會呢 大概去查他有二十則 那我們要被講話 有時候 有一次我記得那個新唐人 那個神韻有沒有 每次演出 他會把你拉到後面去 帶你來分享一下 然後你 我們會試著 我不會拒絕 老實講 不拒絕 他會讓你曝光 那是個人的行銷 任何一個機會送上門 讓你自己的品牌 能行銷的 不要拒絕 可是呢 你要怎麼樣 讓自己的形象是加分的 不要說 人家跟你採訪了 就你講那七八糟的 你的形象反而沒加分來扣分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要在平常要去做演練 好平常要知道怎麼樣表達 然後呈現最好的自己 那黑豆茶也是一樣 那我都是挑就是 台南要台南 我們現在 在市場上我們看到的黑豆 大概百分之九十 都是外國進口的 中國佔七成 然後加拿大 好再來呢 台灣呢 為什麼我們台灣是一直要推廣 就希望說萬一有一天啊 船不能進來啊 那我們有東西 我們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所以糧食是一個很重要的 戰略的一個考量 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一方面鼓勵農民 一方面要讓我們台灣自己的農產品 能夠自己自主 所以才會開發這些東西 那我再跟媒體拿來採訪 像這個是蝶豆花對不對 這是屏東還是哪裡種的 你知道嗎 自己種的啊 對很好 然後連這個最佳的檸檬對不對 因為我們啊 就會開始開發產品之後 就會對很多健康的 台南台灣在地的植物 特別有興趣 因為我們人啊 其實沒有健康 就是前面那個E沒有了 後面什麼 你在努力也是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就是要選擇好的 然後呢健康的 讓自己吃的呢健康 然後你在各方面的表現 才能夠有機會呢 更加分更上層樓 這是呢在我簡報開始呢 希望跟大家介紹 所以碰餅呢 不要以為是安餅那個10塊15塊 這很貴的 這只要50塊耶 不要亂丟那個101 現在那個 我們這種自動販賣 一堆要60塊 他已經不一樣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要就做最好 你看我那個上面有寫 背後的座右銘 不求第一 只要最好 只做最好 為什麼只做最好 因為第一不一定 一定在品質上要求 不一定在成本上 他是做最大的 他可能要壓低懲罰 做第一名最賺錢 可是我要做的是最好的 我希望對得起自己 所以呢 有些時候 我們在做這些產品 不一定很賺錢 不一定賺錢 因為我要做好的 所以我呢 基本上我的本業呢 還是做標案 像我最近就是在幫那個 桃園機場免稅店 免稅店啊 或者是幫廠商去做那個 新南向政策的經費 申請這一類的 那這些東西要做的時候呢 有一些 我在幫企業主做的時候 企業主你要自己去簡報 我教你怎麼簡報 可是你要 你要用自己會表達 所以我們也會教人家說 欸人家 換你簡報的時候 你要怎麼簡報 邏輯要怎麼樣是對的 所以呢 做這些產品 基本上 我們是希望能夠讓大家 認識我們在地的東西 有多麼的好 而不是說啊 為了這要被看錢耶 我跟你講這個很難賺錢啊 但是我希望做的就是好東西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從這個基金會呢 幫市府做推廣開始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呢 開始介紹的 等一下 這邊我要再簡單說一下 這三個單位我做了十年 讓我了解做標案 其實呢 是非常不用成本 但是呢 非常需要智慧財產的 那這個部分的學習就在平常 所以今天大家坐在這裡 我希望呢 你們在剛剛 我們兩位demo完之後呢 你們欸等一下 我剛剛 剛剛還不知道你們還沒有印象喔 我們兩位呢 在上台的時候呢 比如說 欸惠萍嘛對不對 惠萍呢 剛開始上來介紹自己的時候 有沒有人發現 他的姿勢是怎麼樣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來來來來來 來你站起來說一下 紅色衣服的外套的這一位 對不對 剛剛勇是你說的嘛對不對 欸是你喔 思佳嗎 好思佳來來你一起來 你發現什麼 剛剛惠萍在介紹自己的 你發現什麼 插口袋 插口袋 然後呢 對 好 這個東西待會兒都會講到 很棒 來送你一個可以做筆記的 來謝謝謝謝 好思佳我爸 觀察力也是在我們去做 簡報的同步的時候呢 隨時要去觀察的 好因為比如說 我在跟大家講話的時候 回出你的表情 欸那我表情覺得怪怪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說 欸一顆臉 在想什麼不一樣的 那我就希望說 我們來做一次demo 然後呢 待會呢 做完之後呢 等一下惠萍 你還有機會可以再上來 因為我們要看前跟後的對照 好那 那這一位 這一位你是 品超 品超來也麻煩你 上台來一下 要請你也做一次自我介紹 來大家掌聲鼓勵 我是那個黃品超 那我做的 我的那個工作 就是做整體網路行銷的規劃 所以 包括老師說的那個 美妝類的 我也處理過 那像這個 其實我是第二次吃 因為 第一次吃的時候 一樣也是 某一個 某一個朋友 他就是 拿來問我說 欸那 品超好這個 在網路上 你們要什麼規劃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 我的 對 所以是第二次吃 對 吃的口感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 應該是其他品牌 應該是其他品牌 因為那個朋友是西竹 對 所以 所以我的專長 就是在整體網路行銷的規劃 包括像 像 像那個 鍾老師剛剛講的 別人眼中的自己 就是網路上 人家怎麼看你這個品牌 這個才是關鍵 由這個再去衍生 所謂的品牌 形象品牌 影響力 這樣子 我們定價策略才會高 才會漂亮 對 然後進了就會有利潤 對 這個是我們 是在努力的 對對對 ok ok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品超 品超很聰明喔 品超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呢 也順道了 做了自我的行銷 對不對 那剛剛有沒有人 對他的姿勢 有不同的看法 有嗎 有沒有 有人要說嗎 沒有的話 來 那個 魏董 你要分享一下嗎 來 來 他是說的 非常好 品超是說的非常的好 可是他一上台就是那個 這個那個 就是在這裡而已 不然的話是非常好 來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魏董你有做了分享 所以這個也送給你 好 好 那品超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剛剛魏董有針對於口頭禪的這個部分呢 有做了一個建議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的肢體語言呢 老實講是比較開放的有沒有 他不會這樣子 或者是說那個插口袋 所以表示呢 他其實對於自己的本身在台上給人的感覺是有自信的 對不對 你看我自信才能做行銷嘛 不然怎麼行銷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錯的範例 好 那我現在呢 要開始呢 進入我們的內容了 那 首先呢 我們在講做簡報啊 因為剛剛我說 我從十年前開始學習 為了生存一定 我們那個單位一定要賺錢 不賺錢 我們怎麼辦 所以呢 我從為了生存開始做簡報 然後呢 到我後來呢 三年後 我一年可以標上億的經費 從一年一百萬的存款都沒有 到上億的經費 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過來的 怎麼學的 然後呢 我怎麼樣呢 去發現 去讓委員 願意在六七個競爭對手裡面呢 把案子給我做 好 所以呢 我要告訴大家 第一個 今天呢 在第一場 你怎麼樣勝出九成的講者呢 第一個 重點 這個你 你知道是誰嗎 以你為重 你是誰 自己嗎 嗯 誰說是自己的 好 來 以你為重 你 我 我是第一人稱你 就是我台下的所有人 聽眾 聽眾 是我要主要要說服的人 要讓他能接受的人 所以我講的東西一定要跟他有關係 對他有幫助 好 所以呢 第一個 你要讓你的聽眾覺得你的內容對我有幫助 然後呢 怎麼樣他讓他覺得對你有幫助 你要讓他感受 第一個 你有熱情 你的聲音 你的眼神 你的各方面的肢體語言跟你的內容 是對他來說 他很喜歡接受 他希望感受到的 所以呢 你的內在熱情讓人家怎麼感覺 第二個 你給人的新鮮感是 欸我怎麼沒想過這個idea啊 坐在台下呢 你給的資訊 讓他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我沒想過欸 這個A是我需要的 我其實喔 有很多時候啊 在彪案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最拿手的是什麼 我講了半天喔 其實都只有10分鐘的時間 限制10到20分鐘的時間 時間到你就不能講話了 或者麥克風消音了 但是呢 後面有一個QA QA的時間就是尾聲 你給委員聽了你的簡報之後 他要問你問題了 但他問你問題的時候 每一次我的回答 都讓委員的眼神一亮 這時候我就知道是我了 那為什麼呢 我其實在你的簡報裡面 要做鋪陳 你去引導你的委員 去問你 你最有力的問題 那這時候呢 別人沒機會了 因為呢 人家幾十分鐘講 如果我都一直念 其實我跟很多大專院校的 研發長 都是我的競爭對手 那他們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 我學校多好多好啊 我學校有什麼什麼什麼 你學校多好 跟我這個案子 也沒有直接關係 你的好 跟我做有幫助嗎 不一定 然後呢 可能再來就是 有時候不熟嗎 因為很多簡報 是別人做的 我的簡報有時候 也不是我做的 可是呢 你的簡報 不管是誰做的 你不能一直看著念 哪有無聊事啊 你根本就沒有再聽了 所以內容等於零 因為他根本就沒再聽了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要讓人家覺得 你的眼神專注在哪一個人身上 隨便一個面容 一個表情的改變 你就注意到 可能待會兒就這樣 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你呢 剛講這個新鮮感 是他沒想過的東西 再來就是故事 上面這一堂課呢 鍾老師他其實想自我介紹 這個部分呢 他講了非常多 他個人的人生歷練 在他這個人生歷練裡面 有很多 我相信是大家想學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想睡覺 因為呢 這些東西是你沒聽過的 你覺得有新鮮感 而且可能對你自己有幫助 它是一個成功案例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故事 對話性的故事 來讓聽眾覺得有新鮮感有收穫 好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肢體語言啊 這一塊呢 其實老實講這是九成 贏過九成 其他講者的很重要一個關鍵 你的肢體語言 包含你的服裝 你的表情 等等 聲音 全部都包含在你 它的重要性遠大過於你們的想像 好 然後呢就是再來是自我認同 我所謂的自我認同是 你對自己有沒有自信 如果你今天在台上 對自己講的東西都小聲小聲的 然後自信不夠 人家就會覺得你講的東西到底有沒有把握啊 好 所以呢這個部分是我想說今天呢 再跟大家分享你怎麼樣贏過九成 其他講者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好 以你為重 我剛剛前面講的 一樣 我以主持一場國際會議四十分鐘以外 這四十分鐘呢 不是不是我站在台上從從一分鐘開始算四十分鐘那個架嘛 而是我在前前面準備就花了很多的時間需要了解所有的環節 那你知道嗎 我每一次在訓練國際會議主持人的時候呢 我都要叫他一定要做思議稿 為什麼 因為呢 你前面的思議稿準備好之後 當天早上所有的東西至少變動百分之五十 你不要以為不會變 然後你是瞎好而已 照那個念耶 沒那回事 所有東西會變動百分之五十 可是你有百分之五十的基礎是讓你可以安心的 你賣光啊怎麼都沒準備 然後現場跟你講都不一樣 然後呢你自己當你自己剛講自我認同 你自己都緊張起來的時候 你的場hold的好嗎 有困難了 你自己就會慌掉了 可是主持人 今天我們算是講金牌講師 可是金牌講師在表達這個主持人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運用表達的一個重點 那主持人呢 其實他是從頭到尾在一個場市裡面重要的串場人 那所以假設說主持人自信不夠了 我們開始慌了 整個氛圍能量會改變 好所以呢 show show time 我們的簡報本身就像是一場表演 這個簡報在呈現給大家看之前 背後花多少的努力 不是站在上面講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花 需要花很多努力的時間 咦怎麼沒辦法往下 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30秒舞台 這30秒舞台呢 我們剛剛已經演練過了 就是請大家上來 你怎麼介紹自己的 然後你是做什麼的 那你給對方的感受 別人看你的肢體表現 可能感受到什麼 好 那這個呢 30秒舞台其實有一個社團叫BMI 我相信很多在座也許有聽過 就是那個國外從美國過來的一個 叫早餐會的 他的早餐會就是每天早 每一個禮拜早上六點半 一群不同產業的人到一個會場 然後呢 大家呢 針對自己的產業 你要去做30秒 一分鐘 或是兩分鐘 三分鐘的介紹 那在這樣的一個社群裡面呢 每一個產業只能有一個代表 那他們裡面就要彼此推薦商機 這是呢 一種社團 那很多人去參加 其實我有算過 之前有很多人想說 找我去幫他們Round 但是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他的那個即興啊 我們去評估一件事情 你覺得自己可不可以的時候 你要評估一下說 他每天早上六點半就要到他們會場 我覺得南部人蠻可愛的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晚一點睡覺 沒關係 然後但是你要很早起床 去做一件事 那可能相對的困難度比較大 還有人都要送小孩 因為可能大家就是 在打拼事業的同時 家裡可能還有小孩 所以他在這個文化上 沒有像在歐美 因為他從美國過來的 那麼的盛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去觀察了 在這樣的一個族群裡面 台南我們台南市區的 很多都是業務 我如果早上六點半起床 我接觸的都是業務 我不是老闆 其實對我來說 可能效益有限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參與 但是我發現去的人很多 跟大家一樣 想要學習表達能力 想要在短時間 讓人家對你有印象 那所以如果只給你30秒 或是給你3分鐘 這兩種選擇 你要講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可是講不一樣的同時 剛剛講的肢體語言 不需要時間限制 你站上去給人的感覺 那一塊其實就有分數了 所以這個是待會後面會講到的一個重點 所以你要做良好的全方位 當時的全方位溝通是不只你講的內容 你呈現的聲音表情服裝各方面都在跟外界溝通 別人怎麼看你 像我平常我平常其實穿衣服啊 比較喜歡穿就是女性化一點 穿洋裝什麼的 可是如果來上後有時候我會很修行 可能會穿很短的那個牛仔褲 可是假設說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專業 那你形象就要讓自己看起來專業 因為有的人說那個形象又不是重點 那個外表而已 告訴你我去跟別人合作 我會先看這一個人的服裝儀容 當一個人的服裝儀容 打理的不好 我會覺得說沒有 就是他打理的不要漂亮或什麼 要乾淨整潔 那你就會覺得說 當他的一個服裝儀容各方面 他都沒有自己照顧好自己了 他怎麼把公司 怎麼把他要做的事業顧好 這對我來說會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我會覺得說基本的服裝儀容 你該在什麼場合做什麼樣的樣子 這個部分呢 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那他也是在跟外界溝通 所以人家會對你有不同的形象跟聯想 好那這個部分呢 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啊那時候我啊96年 我說96年當然很窮 100萬的存款都沒有 我去看我嚇一跳 然後呢那時候我就想啊怎麼辦 沒有人知道我嗎 去男生的時候誰知道啊 那這時候我要想辦法讓我們的單位 在很短時間別人認識 然後我一定要做到績效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一樣服裝儀容 人家都先對我好奇 可是呢對我好奇的同時 我要讓人家知道我們是有內容的 所以我怎麼打知名度呢 我在那時候南科管理局呢 固定會辦大型的講座論壇 然後呢每一次講座論壇都會去 而且我非常專心的聽這個講者講的內容 這時候我會想問題 因為一定有QA對不對 在QA的時候呢 我一定第一個舉手 因為大家齁 第一個問題 大家剛剛都想不好意思啊 然後都冷在那邊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大家很希望有一個人出來 先暖場 我在聽演講的時候就想好問題了 而且這問題不能太沒sense 你要針對這個主講講內容 讓他覺得是一個有程度的問題 所以他在講座論壇都一直在想 我的問題呢 要用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呢我想好之後 第一個 open 提問我就第一個舉手 然後我就說 欸那個什麼某某你好 我是南科強學協會誰誰誰 然後呢很高興對不對 然後就說欸我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呢一次兩次三次 所有人都回過頭來看你 第一個如果你的問題太沒sense 人家就這誰啊 就是啊那沒時間的之類的 但是其實也沒關係 你就算問一個沒sense 問人家會認識你 我們要學習表達 第一個就是要有自信 不要害怕 好那對我來說 因為我們已經到一個 一定沒level 然後我們再做訓練 我不能沒sense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要想好我的問題 所以呢 當你的問題就很有sense的時候 所有人都回頭看你 然後覺得欸這個人是誰啊 因為那時候我們剛進南科 人家不認識 所以呢一次兩次三次 我大概在那邊半年之後 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單位 然後所有的 包含高階主管 差不多都找不去了 然後呢 那時候我們在跟南科園區工會啊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跟他借場地啊 我們都是很小很小的 很那個很很很很悲諱的 去跟那個處長借場地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呢一段時間 就一段時間那半年 開始那個工會就說欸我揪戰雀巢 然後想到序院就想到我們 他說那也在那裡 我說不會 我是一個我不會踩別線的人 我覺得人啊 就是欸當人家幫你的時候 你後續你也要就是相對的 對人家很尊重回饋 所以呢我跟那個處長 我們認識到現在 關係一直都很好 但我離開了 所有的活動朋友會找我參加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欸他之前會罵人啊 可是罵人就罵啊 那我就是還是微笑的去跟他就是搞鬼啊 然後他辦公室的人就說欸真的身段很軟欸 那個他們被處長罵都會覺得很難過 可是對我來說 那個只是一個過程 因為他不認識你 但他認識你之後他會很喜歡你 所以呢對我來說 我在96年的時候 為了要耕耘南科那一塊那一塊教育市場 我們就進到那個那種標案子 然後所以第一年我們就打起了致命度 然後南科管理局那時候我們的主管 主管我們那個案子是副局長 所以那個副局長說他非常感動 那個案子辦了十年的 從來那個單位這麼用心做 所以呢他就開了一個令說 以前是一年要我一標 他說這個我們不要讓單位每一年還要自己標 我們就是兩年一標 好先開放兩年 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打動 讓人對你產生非常好的印象 而且信任那這個信任不是隨便信口開合 你說的到做不到喔 說到一定要做到 這個部分是建立自己品牌形象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我有認識不少朋友 就告訴我 然後後來人家會期待嘛 你跟人家承諾某些事情 人家會期待說 你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你就不見了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對這個人開始打折扣 包含時間 守時 這個部分也是 我辦那個南科的高階經理人的演講 我就發現這是 我們在辦先進技術講座 屬於工程師的講座的時候呢 可能有很多就慢慢到啊 就是時間可能已經開始了 還有人慢慢還沒有來 然後慢慢可能再過半個小時之後才會做滿 可是呢 當我做高階經理人的時候呢 我還晚上的喔 那是晚上 准時全部進去 沒有幾個人進去 就算有晚大概一兩個 那我就發現說 其實呢 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你對於各方面的細節的重視 會絕對決定你站到什麼位子去 所以這個是希望呢 在這個過去這樣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這邊可能沒有辦法連網路 所以我簡單的介紹他 有看過他嗎 這位有看過嗎 那個哈 他是影片 對 對他是影片 現在這個影片沒辦法播 我可以簡單的說明 但是有沒有人 除了真熟 因為真熟已經上台過了 我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人有看過他的 有誰有看過他舉手 有嗎 還是有嗎 沒有人看過嗎 這位這位 周豪 周豪你有看過嗎 沒看過喔 那那個品辰後面這位呢 也沒有 魏董有看過嗎 魏董隔壁這位呢 也沒有看過 老師 有看過嗎 哈哈哈哈 觀眾鬼齁 好 這位呢 叫做東北最帥大叔 王德順 他呢 在80歲的時候 79歲的時候 赤裸的上身 在那個Fashion Show裡面呢 冬季的一個那個走秀的舞台上 赤裸的上身 然後呢 身上有八塊肌 非常自信的在舞台上 走了一個Catwalk 因為這樣一炮了紅 他這個人呢 他其實24歲的時候 就是話劇演員 可是呢 他中間 他後來50歲到北京的時候 他前面的那一段歷程呢 因為什麼房子啊 什麼都沒了 他的人生50歲從零開始 所以他到北京之後呢 他其實重新開始 他開始學英文 然後呢 57歲的時候 開始去學七腳踏車 然後60歲進健身房 然後70歲練腹肌 那他呢 那時候就是在79歲的時候呢 被那個一個Fashion Show 的那個導向眾說 請他來做一個那個Catwalk 做時裝的那個演出 那他在57歲的時候 他其實還做過那國雕作 他50歲就進健身房 他進健身房之後就要練 練肌肉啊 練什麼 然後他的活雕作要幹嘛這樣 看過羅丹的雕像吧 羅丹雕像是不是 都是那個肌肉紋理 青銅的 黑黑的 那他的活雕作是 他就把全身抹的 就是像那個青銅的感覺 然後呢 要秀出肌肉的紋理 50歲進健身房 57歲可以做活雕作 那他就是持續要去游泳 健身騎車啊 讓他79歲走上世界舞台 所以他這一段呢 他就講他過去 然後他就說 我走上舞台 足足等了60年 所以沒有一件事說太晚 我不行 連一個79歲老人啊 都可以練身上練8塊肌 然後呢 70歲還在練腹肌的 所以呢 沒有說too late 永遠只要你有目標 就可以做到 是要不要做而已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典範 那我認識他是之前那個 岩水走故事講說 這個是男人的那個 夢中的理想 希望自己80歲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就去研究 我就發現說 這位大叔呢 真的是很不簡單 好 那再來呢 這個上面在講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 以你為重 每一位 你們每一位的收穫 你們每一位今天坐在這裡 期待想要上課的標的 是最重要的 那我要傳達給你的是什麼 是我的熱情 我要讓你感受到 我在生命的歷程裡面 我因為這些熱情 我想要 就是譬如說 獲得 我想要拿到我的標案 我在一個過程裡面 我熱情 我努力去得到我要的這個成果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熱情 告訴大家 你們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剛剛的王德順 也是他對生命的熱情 他對目標的不放下 才能夠達到他今天可以 八塊七 七十九歲很驕傲的 走在世界舞台 有幾個人可以 那個 那個 周老師以後也可以是一個目標 好 你們生日願望就是 你也有八塊七了 所以六塊七 還有兩塊可以練 好 所以呢 就是你的演說 你的內容 其實基本上 如果 如果 在 設定好 你要你的標的 你的聽眾想要的這個內容 你把你的過去的經驗 就是分享出去 你有熱情 有一個成功案例 其實對於聽眾來說 其實對他們來說 就是很有用的材料 所以呢 當你的內容沒熱情 讓人感覺不到能量的時候 就想要睡 就是 你就感覺在台上就很累 我在台下坐著更累 因為我聽不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呢 記得 你講東西的時候 你的眼睛可以發光 你的肢體可以在人家知道 你好想告訴別人 到底怎麼樣可以讓你的know how 讓他們可以灌輸進自己的腦袋 好 所以呢 一定是自己在人生的歷練 你受到啟發 你才有這個能力去把你的這個經驗 去分享給大家 好 所以呢 什麼東西能讓你感動 能讓你感動的 就有機會讓台下的人感動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 剛講故事其實是一個 從沒有到有 我從有目標到 沒有有目標做不到 到目標達成 好 所以呢 一定是在這個 你的生命歷程裡面呢 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讓人家感受到 然後呢 聽的人才可以從你的這個熱情 從你的經驗裡面學習到 周老師站在後面 表示時間要控制對不對 哈哈 我們說呢 好的老師要準時下課的 所以呢 因為我們今天開場的時間呢 比較晚一點 所以呢 剛剛講說十點半開始上 我大概還有十分鐘 我把第一段落很簡單的跟大家說明 因為其實這些簡報呢 都是我剛剛前面講過的 所以呢 我跟你們說 我在做標案簡報的時候啊 假設只有十分鐘 我的簡報裡面呢 有時候 裡面呢很多內容 可是這些內容呢 我相信我印給委員 他們都會看了 可是我要讓他們在這十分鐘裡面 對我 要給你核心的東西 產生深刻的印象 剩下的東西 讓他十分鐘後面的地方去問 所以我要跟你們講一個基礎就是 我的簡報不用全部講完 你不要說啊不好意思 我沒說完 我一定要把它一一一把講完 這樣人家都不想聽了 而且你自己都會亂講啦 對不對 所以這要跟大家講 簡報不一定要全部講完 你要講的是 你要給人家的核心 到底想要讓人家知道什麼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我們在做簡報 在做演講的時候 能夠越多的刺激 讓大家做這個下面的吸收更多 剛剛講 你站起來叫每一個人 那你注意每一個人的表情 有機會每一個人都會被叫起來 然後呢 有機會去做分享 那他可能在注意上面就會更集中 那他有一些課程呢 他基本上是五感 嗅覺、視覺、聽覺、味覺、觸覺 全部讓你感受 好那這又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感官的體驗 那他可能帶給他的印象又不一樣 有很多營隊 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不同的 透過不同的演講一整天 讓你到晚上結束的時候 就不想回家痛不流體有沒有 我相信大家都有重金 而且那個可能一次要獎五萬塊之類的 所以呢 類似像這樣的那個演講 安排呢 其實有非常多種 那能夠最完整 時間最充裕的 就是我們把五感全部放進去 那這次跟大家 簡單介紹說 其實演講非常多種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看他拿食物 實際的東西讓你看得到 好或者是說 用虛擬的影像 用大型的影像 讓你覺得哇我自己好渺小 這些人他們講的東西 視覺上因為有身體比例的差別 你特別會覺得 我想要多聽這個人講的東西 然後呢 味覺有味道 然後或者說 有不同的聽覺 或者是說 現場直接Live的轉播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在做演講在做講座 形式有非常多 我們之前請那個陳立恆啊 他是法蘭茨的總裁嘛 那因為他做了非常多 很漂亮的瓷器 那我們在南特館裡 有請他演講過一場 那他就是 那個演講應該很大 280人 然後他螢幕超級大 大概快要300公分高 所以人站在那邊的時候 顯得特別小 可是螢幕打上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 他的作品好壯觀啊 他後面呢 沒有什麼簡報 全部是作品 一直在Rub 所以當我們公司 如果有類似像這樣 要去呈現一些秀的時候 有時候文字啊 無聲聲有聲 你的影像可以給人的刺激 其實相對來說 是效果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剛剛 第二堂會講當簡報的 各種內容呈現的模式 所以這個要告訴大家的就是說 我的簡報呢 我的內容可以吸引你 讓聽眾呢 這些主角呢 坐在台下主角 你不會想睡覺 而且有收穫 好 那所以呢 欸有沒有跑啊 所以剛剛有講啊 我們講故事啊 你會特別的覺得 你自己跟主角我們的那個回憶呢 共同經驗呢 產生一些連結 好 因為它是一個情感的力量 所以大腦聽故事的時候 會比較活躍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講的就是 我們在講的時候呢 其實你這些故事 你也要思考你聽的人是誰 對他們來說有沒有興趣 剩下五分鐘 我把最關鍵的地方呢 放在這裡跟大家講 最後面是壓軸 好 那肢體語言的影響力 剛剛我們在台上 有同學上來做過示範了嗎 你看看 有沒有很驚人 你的文字內容只佔7%啊 講了半天 可是在文字內容不能沒sense啊 你有sense的文字呢 對於整個溝通吸收的部分的印象 7% 但是呢 你的語言包含聲音大小 然後包含你的服裝 肢體的動作 這一些呢 佔了58% 所以加總起來 肢體加聲音就佔了93%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他不用急著抄 因為我們第二堂課 在那個細節的部分 還是會跟大家做分享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哈佛的學者做的研究 他叫做那個知識決定你是誰 這裡有一本書 哈佛的Amy Curry 他有出一本書叫做 姿勢決定你是誰 你看喔 動物界 當他把身體張得很大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是一個主導權 好 你看動物這樣 人呢 當你快要獲勝了 你跑到終點的時候 你是會全身把肢體展開 好 那所以呢 他們做了一些就是說 欸我們身體的動作 到底對心理有沒有影響 對實際有沒有影響 好 那你看 手舉高跟 欸不好意思這樣子舉手 差別在心理上有沒有差別 有 他們發現說 欸像去去 去聽演講說 發現念氣管的學生 特別姿勢啊 站了位子啊 包包可能放在旁邊去 那個位置範圍做的較大 做研究了很多時候 是把它 narrow 把它縮小 電腦頭排在電腦裡面在那邊做事 所以呢 在性格上就有差別 做氣管很多 他需要 social 他要往外擴展 他要再做研究 他就是深入 好 所以他跟人的互鬥關係不一樣 這是一個實驗喔 他們就是 請每一個人進一個空間 這空間只有你在裡面 他叫你擺出這個姿勢 擺兩分鐘 這個好 就是有詮釋的樣子的 我就是很powerful 像女王一樣兩分鐘 然後呢 還有他叫你 有的人是進一個房間擺的姿勢 是很沒自信 很沮喪的動作 兩分鐘 好 那這時候呢 他們會進了這個房間 就會取他們的唾液 這是做科學的研究 取他們唾液 他們測搞不同 跟腎上腺素的變化 然後呢 就發現一個結果 就是說 欸 來我看一下喔 就是做那個 你看這個是肢體也有自信 這是沒自信的嘛 然後呢 就會叫說欸 他沒有骰子 你覺得你會不會贏 然後呢 再取一次唾液 然後去發現他們的變化 就發現說喔 做那個很powerful的姿勢的人 他拿了骰子 他覺得他60%會贏 可是呢 只有那個 做那個畏縮動作的 他只有20%會贏 沒什麼自信 然後呢 當那個搞不同 就是擺低姿態 他是下降20%的 體內因為他們取唾液嘛 然後呢 但是做全是姿態兩分鐘的 他是上升20% 他對自己 生理上也充滿了自信 當你的肢體也不一樣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在身體上也會有不一樣的差別 好 所以呢 欸 來看一下 好所以呢 掌握知識跟你語調 其實掌握了你九成的勝算 你自己本身的自信都不一樣了 所以要說 欸 請你分享出去 常常做自己是個神力女超人 好 把自己的範圍擴大 那其實 你會有更多的這個能量顯現出來 那這個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所以呢 我們剩下一分鐘 那我們要不要請慧平再出來 再介紹一個自己 你看看肢體語言 今天要做我如何自我介紹 來來來來來來 謝謝小營 好 因為剛剛大家有看到說 欸原本他的姿態 那現在呢 我們讓慧平再做一次自我介紹 看看聽完這堂課 肢體語言會變不一樣 來 再鼓勵他一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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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袁慧平 剛剛肢體語言 那大家在看笑 我會不會不會 放輕鬆 你可以做一個神力女超人的樣子 然後你看看 你看看 講話的時候會不會代表自信 不要緊張 我看 我剛剛已經我自我介紹了 我的話 我在公司服務的 是財務部分 處理一些銀行的事物 至於我的那個興趣的話 就是看看電視 或是看電影 也希望 就跟剛剛說的一樣 希望上網這堂課的話 在上台自我介紹 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惠平 你看 課題剛開始上來講 會交錯會放口袋 可是現在呢 雖然還是會有一點生疏 但是已經往前邁入大度了 記得回家裡做一下 那個自己很泡河神力女超人的姿態 可能呢 我跟你說這是真的 因為他們哈佛做了這樣的研究 你只要維持兩分鐘 非常泡河的姿勢 假設說 你今天要出去簡報要演講 你給自己一個很泡河的姿勢 兩分鐘 其實你體內呢 身體的反應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這個是我希望說 我們上完這一堂課 第一個 你可以得到這樣的概念 對你站在舞台前 你的自信提升 其實你的氣勢 就先比人家一半了 好 好的老師要準時下課 我按照表明 把這個時間還給我們東老師 好我們胡老師講了 精不精彩 讚 他要充滿什麼 第一個抽出什麼 自信 好 第二個是什麼 火力 再來呢 熱情 還有呢 大發 還有呢 內容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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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給他熱身掌聲 好 我補充說一下 人類有五顆 雷達 哪五顆 眼睛看 耳朵聽 心字文 嘴巴長 還有一個 什麼感 觸感 對不對 所以你要啟動你的五感 吸收訊息 所以你才能夠了解事情的原貌 當然你在表達的過程 你也要讓人家好像 或是到你身上有一個什麼樣 這個神秘 或者是說有吸引力的 這樣一個味道 或者是讓他有七個五顆 讓他感覺到內心很豐盛 所以你要讓對方能夠五感 都要怎樣啟動起來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表達 影響者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 要校長時間 不是